大家好,我是何舒适,这里是舒适说电影 本期我们分享一部韩国电影,白小姐 女主白上雅算是一个孤儿 六岁那年,女主妈遗弃了她 从那之后,女主的一生就被彻底改写了 在高三毕业前夕,一个富二代妄图强暴女主 她被迫选择自卫,但因为她是孤儿,也没人依靠 所以富二代妄就联合高官诬陷女主故意伤人 办案警察男主很同情她,但她也无能为力 最后,伤人罪名成立,女主被判入狱两年 而这也成为了她这辈子都洗不掉的耻辱 出狱后,女主就只会拼命地打工赚钱 但男主知道,她是想找回自己的母亲 就一直帮着私下打听 一天,她终于有了关于女主妈的消息 但女主妈已经孤独地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男主把这个噩耗告诉了女主 可女主听完后只淡淡地说了句 她想看看这个恶毒母亲死后的样子 原来,女主也是出生在一个有父母疼爱的家庭 后来因为父亲的意外去世 女主妈就经常借酒消愁 有一次,她甚至在喝醉酒后还动手打女主 直到最后,自私女主妈不想被女儿拖累 就把她遗弃了 看完母亲的遗体,女主头也不回地离开 可刚到家,女主就再也绷不住了 所有被积压的情绪都在瞬间爆发出来 外表冰冷,铁石心肠的她 其实内心是十分脆弱的 她恨死这个抛弃自己的女人 也想念那个曾经疼爱过她的母亲 晚上,女主外出 结果在路口看到了一个只穿单薄上衣 并全着身体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小女孩 金志恩 女主把她领到了一个大排档 志恩也毫不客气地狼吞胡咽起来 看样子,她已经饿了有段时间 吃到一半时 志恩才开口问要怎么称呼女主 女主想了想 就让她叫自己Miss By 也是这时 女主看到了志恩手上的伤痕 但志恩小小声地说 那是她自己摔伤的 没过一会儿 一个外表光鲜亮丽 自称是志恩继母的女人就找了过来 志恩看到她那个满脸笑容的后妈 就躲到女主身后 并不断拉着她的手 可志恩最后还是被后妈带走 回到家 志恩就躲在厕所洗手盆底下 因为那是她认为家里最安全的地方 原来 志恩在家中的地位 连条狗都不如 志恩的亲爸每天只知道玩游戏 对她不管不顾 后妈则把她当成了累赘 夫妻两人还经常毫无缘由地打骂虐待她 就这样 志恩卑微地苟活在这个看似家的狼窝里 过后一天 女主又再次遇到了志恩 事实上 对志恩来说 她对女主并不算陌生 每天女主下班总会经过志恩家 小志恩一听到熟悉的脚步声 就会垫着脚趴在厕所的小窗上 目送女主回家 这一回 志恩把自己在家里的遭遇都告诉了女主 女主也亲眼看到了她身上的伤痕 那一刻 她从志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 女主带着志恩吃饭 还给她添置了新衣服 接着 两人来到了警察局门口 但志恩不想进去 因为这不是她第一次报警求救 按照以往的经历 警察只会给她的父母口头警告 并把她送回那个充满噩梦的狼窝 而她也会受到后妈一顿毒打报复 就这样 不断的恶性循环 永远看不到出头之日 女主知道后 便默默地带她离开 接着 她带着志恩来到了游乐场 看着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事件 那一刻 志恩的眼睛里 终于透出了这个年纪该有的童真 就在海边 她再次伸手拉住了女主 并跟她说了声谢谢 因为这是她有生以来 过得最开心 最快乐 而且不需要担惊受怕的一天 晚上 女主把志恩送回家 结果刚开门 志恩爸就一脚把她踹出去 而后妈也扒下了虚伪的外表 告诉女主 她就把志恩当狗养 并开嫁一意 让女主有能耐就把她带回家 就这样 双方闹到了警察局 后妈还恶人先告状 说女主拐带儿童 警察也查到了 女主有入狱服刑的记录 这时 女主完全处于劣势 同时 警察还发现志恩遍体鳞伤 但志恩出于害怕 还是谎称自己是不小心弄到的 最后 是男主及时赶来摆平了这事 过后 男主也着手帮志恩联系了求助机构 和儿童中心回复 他们目前只能做定期回访 男主也劝女主 别再多管闲事 毕竟她是个有情歌的人 所以再怎么说 女主都不可能领养到志恩 志恩回到家后 后妈担心回访时会被人发现心伤痕 就暂时没打她 但她也没打算就这样饶过志恩 她把志恩关在了无遮无挡 冷风嗖嗖的阳台上 还不给吃喝 最后 实在熬不住的志恩找到了机会 爬回了厕所 另一边 女主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走之前 她想再看一眼志恩 但最终没有见到 志恩知道后 就趴在厕所的小窗上 用微弱的声音 不断地呼喊miss白 可女主没听见 她还是走了 这时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志恩居然冒着危险 偷偷钻出了窗户 从二楼爬了下来 而女主 也似乎感受到了 志恩刚刚的那声呼唤 于是她赶紧跑回去 见到了逃出来的志恩 那一刻 女主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带着志恩一起离开 她对志恩说 自己虽然一穷二白 但再苦再累 她都不再离开志恩 并一辈子保护着她 男主这边知道 女主的决定后很着急 因为这样做 等同于诱拐儿童 她不想女主再次入狱 就把女主妈的所有事 都告诉女主 事实上 女主妈并不是因为自私 才抛弃女主 相反 她也想让女儿 得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那会儿的女主妈觉得 自己已经成为了累赘 她不想拖垮女儿一辈子 才出此下策 抛弃女主 就在放手前 他们母女去了趟游乐园 在这里 两人留下了这辈子 最后一张合照 而这张合照 女主妈一直把她当成宝贝 并待在身边 过后 当女主妈知道 女儿被富二代欺负时 更是做出了惊人举动 她开车撞死了那个人 替女儿报仇 为此 她也进了监狱 等到出狱 她有想过找回女儿 但到了门口 就差那么一步 她还是选择了回头 因为她认为这辈子 都没资格成为女主的母亲 更没资格获得女儿的原谅 女主听完这些 哭到无法自拔 另一边 后妈发现知恩不见 就连同知恩爸 向警察谎称 女儿是被女主诱拐 所以 女主一下变成了通缉犯 就在这时 男主出现救走了他们 他把两人带到了姐姐这边 姐姐看到知恩后 也很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 就让他们暂时躲在这 接着 男主就开始想办法 帮女主洗脱诱拐儿童的罪名 果然 黄天不负有心人 一个行车记录仪 竟在无意间拍到了知恩 从窗户里爬出来的画面 这时 后妈也开始担心 自己会因为虐待儿童罪名 而锒铛入狱 就起了歹心 她想杀掉知恩 死无对证 一了百了 女主这边 发现知恩生病发烧 就出去给她买药 知恩醒来后 发现身边没人 就稀里糊涂地走出去 结果意外被后妈发现 并被强拉硬拽地带走 另一边 姐姐发现知恩不见 就赶忙通知了男女主 后妈把知恩拖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后 就要杀了她 危急时刻 女主及时出现阻止了 而她也知道 这是解救知恩的唯一机会 就想利用这事 劝后妈放过知恩 可后妈人不知悔改 她甚至放言 会用尽一声来折磨知恩 女主听完后 只好狠下心杀了这个蛇蝎毒妇 她想用自己 来换给知恩一个幸福的未来 但到最后 男主还是及时赶来 阻止了女主 就这样 知恩爸和独后妈 因为对儿童进行反人类虐待 分别背叛入狱十年和十五年 女主则因为过失伤人 背叛一年 绝间一晃过去了一年 在这一年中 男主姐姐成功领养了知恩 知恩也完全走出了网人阴影 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这一天 她放学回家 就在校门口 她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米斯白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喜欢熟试的可以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